传妙异曲 观世音 救苦救难 是心经 大慈大悲 菩提心 出离苦海 传妙音 每天要活在感恩中 感恩是莲花 在莲花中成长 你一定会乏系充满 贪心会增加压力 守戒能减轻恐惧 红尘会增加嗔恨 学佛能改编六根 传统文化有一句话 吃亏就是便宜 实际上是很有哲理 吃亏其实就是消夜 消夜后你就会有转机 有转机就代表着进步 所以当你进步的时候 你已经远离那些痛苦和烦恼 心灵的光芒 包含着知行智慧之光 拥有知行智慧之光 再去践行佛道 你就拥有了知行合一 学佛再多 不能摆脱痛苦 这就叫理论在实践中的迷惑 学佛后摆脱了痛苦 解脱了烦恼 放下了执着 那你才是真正的 让佛性之光 在你心中闪亮 佛性是觉悟之身 又是薄弱智慧 只有佛性才能产生自尽其意 才能克服烦恼 瞬间的想不通 只要引用正确的佛的思维 践行佛道 就能解脱